事前首都广播电视官微突然发文称 电视剧《闷中的那片海》被播中 消息一出,立刻让粉丝们不淡定 毕竟,本于粉丝们来说 没有什么能比自家偶像的作品上线播出 更值得让人高兴了 《闷中的那片海》是一部由肖战和李庆主演的年代剧 剧集一共40集 却离剧集杀青如今也不过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如今就传出了被播的消息 看来这部剧很大概率上会实现弯道超车 能比肖战的另一部带播剧古装仙侠剧《玉谷瑶》早一些时候上线 而粉丝们对于电视剧《闷中的那片海》将播的好消息 也是激动不已,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不到24小时,文文的评论数已经过万 你没有那个意思就不要乱聊播 啊啊啊啊小广,你不要骗我 被播,看得出来 网友和粉丝对于《肖传》这部剧的期待值十分高 《闷中的那片海》从题材上来说和赵丽颖的分吹半下有些相似之处 都讲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一代人的缩影 剧集的剧情主要围绕肖战饰演的男主北京小爷肖春生 从青年时代开始经历当兵 高考,下海 在创业的故事,看似是一个普通人的成长 却从一个人的身上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不同于肖战以往主演过的任何一部影视剧类型 这部剧有着浓厚的年代感,青春感和奋斗感 肖战在剧中也是首次挑战年代剧题材 从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开始演绎 一直到中年,人物年龄跨度较大 对于他来说,演绎的难度自然不小 便更让粉丝们期待他在剧中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 目前,肖战共有三部带播剧 分别就是《闷中的那片海》、玉古瑶和娇羊帮我 娇羊帮我在不久前才刚刚杀青 没有那么快能与大家见面 因此,如果《闷中的那片海》确实即将上线 那么这部剧也将有望成为肖战所有代剧中最先播出的 看来,我们的北京小爷肖春生这次真的要来了